《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辛亥百年華滄桑》 主持 馬葉成 謝義方 回來第二節的《辛亥百年華滄桑》 有什麼好東西 先說說一些東西 監製也跟我說 原來今晚我們聽不到或看不到 原來可以在YouTube看我們的片段 進去香港人網 裡面有個《辛亥百年華滄桑》 有個連結 我們可以在YouTube看我們的節目 討論區就可以了 聲影也有 不用光聽聲音 可以看我們幾個人的樣子 前興你的史學會活動再公佈一下 可能有些人都在問 6月5號 上個星期也提過 6月5號 星期日 有一個活動 推動香港圍村的考察活動 在哪裏出發呢 就在錦尚路站 在西鐵的錦尚路站 10點鐘 就在錦尚路站的便利店出口 我們10點15分就會起行 不需要報名的 到時有興趣的 就可以一起走一走圍村 這次走的路程 就是會去錦田一帶 以及去元朗舊區那邊 去看看一些古建築 以及一些虛市的遺跡 歡迎大家參加 大家有時間的 去走一走 認識一下香港圍村的歷史 如果走一走 其實元朗也可以到時走一走附近 有一個玻璃園旁邊 叫潘市大鵝 那間舊屋 開放還沒有 其實不是開放 在門口望額 門口望額 門口望額 都值得看 那個也好 好像當年一個有錢人 名人在這裡住 如果大家走一走走 走到鳳琴街 去墨爾瑩那個 歡迎過來 喝茶 是星期日 星期日 我們繼續說王興 對 繼續說王興 怎麼樣 有什麼補充 其實王興 1905年 整個革命的一個高潮 這個高潮就是因為 興宗會 同盟會成 興宗會 華興會 跟著江復會 一堆 組成一個同盟會 當時其實 那一日想說 究竟他們之間會不會有 已經有爭執 或者他們沒有爭執 他們兩個可能沒有爭執 孫中山和王興 可能已經沒有爭執 不過下面可能 那些人 我想有一點點會不會爭執 不奇怪 那些馬仔 用一邊 搞到兩個頭就很不空 是 因為他要處理下面那些 那些人的不和 王興的樣子 頭和頭之間 可能會有些心病 當時有宋家人 有宋家人 有蔡元培 蔡元培 說全部都是民國名人 每個都是威風浪浪的 又學識又高潮 陳其美也在 沒錯 那麥議員 我想問問你 蘇中山和王興 第一次爭執 是爭執什麼呢 我想他們兩個 錢就不會爭執了 這樣爭執呢 我相信他們爭執就爭執了一些意識形態 我想爭執了國旗 沒錯 爭執了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旗 革命用什麼 是的 究竟是用什麼模樣才最好呢 就是領導革命用什麼 孫中山當然是屬於青年白日 六號東 六號東 六號東就犧牲了 但是王興覺得說 像日本旗一樣 又不是很高興 五號東 那王興說什麼 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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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王興跟著有幾個戰役 也是拿一支清天白日旗 當時號令天下的就是清天白日旗 所以覺得這支旗已經新入民心 無謂再改之井字旗了 所以大家當時爭辯 但是到最後來講 孫中山提出一個有力證據 大哥 我帶著兄弟上戰場 都是靠這支旗而已 振民心 你無緣無故改了井字旗 那些人都不知道什麼 維州之役 其實1900年那個維州之役 打倒了兩萬人 最後失敗了 使勤完又死了 那個也是叫振發人心 都是靠清天白日旗 在維州之役 一直掃上去 那下來之後就用清天白日旗 我們也要賺一賺王興 那王興其實他對革命的那個 從1903年開始 他知道什麼叫革命之後 其實他做了不少功夫 如果被他老爸知道就擊死了 他已經賣了一間房屋 支持革命 當時很多人是賣了自己的田地 賣了一間房屋來參加的 參與革命的 你拋個身去做選革命就好了 你還賣田賣地 還賣個身 所以麥兄你也為做社會事務 都賣了幾層樓 不要不要 不要被老婆知道 你真是很厲害 但是對比起我們當時的革命家 輸家毀爛 還有一段距離 還有一段距離 夠了夠了 你還有一些樓還沒爛 夠了夠了 樓還是街的 然後同盟會成立之後 其實當時他定了一個策略 一個策略的重心就是 雄先生因為 坦白說真的回不了國 所有都前提及 王兄 王克強兄 王兄 可以回去的 不如 你搞吧 你搞吧 給你一支槍 雄先生負責籌 海外奔走 分工 宣傳 這個有什麼戰役 1906年開始 有平流禮起義 然後1907年 有欽州 廉州和防城 河口等戰役 很厲害 2007年的欽州之役 就是在廣西的欽州之役 其實就是王兄成名之族 彈槍匹馬 大很多人 200人 跟清軍打了七次大戰 都贏 所以這一次就打贏了 打出名堂 剛才我們說過第一次的孫王兩個人的意見不合 我們說過第二次 其實第二次都很重要的 第二次就是因為暗殺事件 即是武昌起義之後 武昌起義了 這個就是我們曾經在袁世凱那一集 提過的就是宋教仁事件 因為宋教仁在1913年 在上海火車站 他就準備 因為當時宋教仁已經是國民黨的理事長 也是國民黨當時是國會的第一大黨 他就在南京準備去北京述職 在上海車站被兇徒暗殺了 於是當時就造成一個很大的迴響 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先說宋教仁暗殺了之後 孫中山和王興對宋教仁被暗殺 他們引起兩方面的不同意見 那個事件是怎麼來的呢 當時來說 孫中山就感覺到宋教仁被暗殺 一定是和袁世凱有關 所以好氣憤之餘 命令當時國民黨籍的都督 當時譬如李烈君等人 就要獨立 要反袁世凱 但王興當時就反對 因為王興當時感覺到 司法又有法庭 對 因為民國成立當然要法治 就是成立了國家 說法律 不要每次都用這個革命 其實有一點性格的改變 民國成立之前 打仗全部都是王興打的 包括剛才那幾人 然後最後是王花江之役 最重的一役 結果我們 我們講講了 王興在那一場戰役 基本上都差不多全軍盡默 王興也撫傷 打傷了 和他們的精英 兩隻手指就打斷了 所以之後呢 王興被稱為八子將軍 就從那裡來的了 也因為那次的戰役 有個女同志是父女來香港就醫 結果就 成為了這個 親戚 寫什麼呢 要親屬入宋俠院做手術 要簽名 老婆 就是老婆 於是就真的成為老婆了 氣假情真 厲害 厲害 說回二次革命 就是宋教人被暗殺之後 郭富要發動第二次革命 是的 變成當時來講 王興不太同意這樣做 但是孫生先生就要堅持 要是 李李軍等人用武裝 起兵反而西海 還有孫生覺得國民黨太敗壞了 那時候要改造國民黨 改造國民黨不僅僅 他也很嚴重 他提出中華革命黨 要有一個有紀律 嚴格紀律 二次統一的政黨 我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一開始 在民國成立之前叫同盟會 民國成立之後 當時因為 袁世凱就給了他做 臨時代表統 成立國會 其實當時 1911年 搞過國會選舉 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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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過選舉 於是推行政黨法 政黨政治 於是有很多同盟會和很多黨 包括所謂光復會 和宣武 宣武又做了一堆人 共進會 共進會 分別成立了國民黨 這個歷史上叫民元時期的國民黨 當中還有很多其他政黨 包括梁啟超 進步黨 進步黨 一大堆 這是一個階段 當時也是找雙山做 當時有個叫共和黨 有個叫民主黨 有很多黨制成立 小黨 上分的梅庚 宋教人 王興也有國民黨 國民黨大勝 在國民選舉裡面 而當時在雙山也退位 讓了總統給袁世凱 王興當時叫陸軍總司令 最後他也不做 他也不做 因為袁世凱退後 做總統 出糧啊 沒有糧出啦 老友不給你 五萬元也不給他 最後王興說 陸軍總司令也不做了 所以國民黨的大勝 另一令到袁世凱的總統就很難做 在國會選舉大勝 太多子爪 因為當時剩下宋教人去領導 實際領導就宋教人 但是他要籌早 籌早內閣 籌早內閣 變了對總統的權力當然削了很多 所以 最後引致殺身之禍 這個我們再講 在這裏就最後 依然出現 湘生最後發覺國民黨都不行 改組 改組 不如再改吧 反正都整個改組 土園的失敗 就是國民黨的不力 很多時候就是 背信棄業 背信棄業 同志們不服從黨魁 他又覺得不行 他想怎樣呢 其實如果現在看 改黨呢 那就改吧 改也沒用了 還有一些 如果現在看 這個民主社會當然很不行 他說一切要服從黨魁的命令 領袖的命令 最初就說孫中山的 大家都要服從孫中山的領導 那跟黃卿當然不行 大哥你只是個人崇拜而已 並且要做一件事的 打手指釋 打手指釋 入黨的時候 打手指釋 就是在這個誓約書上面 打印 類似黑社會那樣的入黨儀式 入會儀式 等於我們領身分證 那就好了 拿身分證就打手指釋 黃卿覺得 舊的身分證 黃卿覺得不行 他就覺得要取消 服從孫中山 打手指釋這個儀式 的做法 否則他就不會加入中華革命黨 結果孫中山都堅拒 堅拒退了一步 就是服從領袖 就不要孫中山 就是不是服從孫中山 服從國民黨的領袖 就改了這裡 但是黃卿也覺得 都不接受 不過歷史很奇怪 他這次國民黨的改組 因為當時就討厭失敗 整個中國大陸 都是圓下一個天下 孫中山就是 走了去日本 又在日本 所以日本就是難興難抵 現在日本成立一個中華革命黨 其實當時也是日本 咬一輪 當年他們 說一下也不太久了 1905年他們在東京初見面 老鄉好 十多年 十多年 在東京又是最後 民宿拍檯收場的 黃卿一氣之下 遠走美國 不管這件事 不管了 但是黃卿是這樣的 黃卿這個人真的很有義氣 去到美國也有很多人中傷孫中山 他都說孫中山這傢伙不行了 又騙錢又怎樣怎樣 但是孫中山又有點仇錢 很多不堪的事就罵孫中山 其實想和黃卿另立梅戶 他說 總之就令到 孫中山兩人不和上面再火上加油 但是黃卿這個人是很義氣的 他和孫中山的認識 和你一般的人當然不同 沒錯 總之 他覺得孫中山是一個好人 沒有別的了 你不要再提 領袖除了沒有其他人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黃卿 一個偉大的人格 當然一個偉大的人格 一定要在他的行為中見得到 其中一件令人最佩服的一個行為是什麼 他失敗之後 因為其實他很多時候搞革命 在武衡起義之前很多時候失敗 尤其是在329黃花崗之役之後 其實他自己沒有把失敗的責任推毀於人 反之而是跟當時孫中山先生 和他的黨友去說 就說這個失敗 就是329黃花崗的失敗 完全是自己的責任 自己的一力承擔 這是一個政治領袖 必須要有的一種勇氣 看黃卿的樣子 臉上都肥肥的 都是比較 都是肥佬 都是忠厚一點 他頂著大肚子 你看他們一起拍照 你很容易認到黃卿是誰 都比較忠厚一點 那就好了 他去了美國 兩年之後回來了 但促成回來都是因為袁世海 由袁世海做總統 無厘頭去做 這張照片是什麼 這張照片可以看看 中間黃卿 這張照片是看到的 中間黃卿有孫中山 我們就想一下 看看這張照片是和什麼有關的呢 原來這張照片就是和它當時在南京做臨時大使 孫中山先生還是臨時大進通的時侯 他們之間開會有關 那時候王興應該是陸軍總司令 對 沒錯 只好王興坐在中間 化了一張台座 王興和孫中山 孫中山 另一邊 好了 這個就是收入革命 這張就是日本的 這張在日本孫中山和王興第一次見面 不是 這張不是 這張是民國時候的 第一任總統做臨時大總統 這張照片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拍的 照片是軍服的 有軍武的 那可能我看資料有錯了 可能後面的照片有 袁世凱 我說回袁世凱 總統不做就做皇帝 做皇帝的土原 於是力速就 孫中山又要回來 王興也回來 要回來 美國又回上海了 土忽原世凱 結果還沒回來 王興又擊死了 王興又1916年回來 10月10日 就是中華民國建國 五周年的會上 突然間口吐鮮血 一直熬到10月31日 就過世了 過世了 本來早期的國民黨都有慶祝的 慶祝他們的慶祝 也有悶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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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紀念日 王興紀念日 好 後期去到什麼呢 10月31日 就是蔣介石的誕神 剛剛 同一天發生兩件事 這是很後期的事 很多年後的事 好了 因為這樣 因為王興 10月25日出生 所以將他生忌和死忌 放在一起 死忌提早了5日 10月25日 生死相共 不要跟蔣介石的誕神 因為那時候 應該去到台灣的年代 蔣介石的誕神是很虛陷的 1950年之後 比對國慶這麼厲害 我現在說幾十年後的事 最近 我們也要說說 王興後來 為什麼被人遺忘了 因為這樣提前了 10月25日 後來又變成什麼日子 就是台灣光復節 所以 在這些慶高采烈的日子裡面 王興的死忌 反而被人慢慢淡忘了 所以也是挺可惜的 因為一些事情 我們會不會這樣看呢 因為文國成立之後 其實元勢可就先激死了 因為王興回來 要討伐元勢可 回來 死了 激死了 即是王興死了 不是 元勢可死了 元勢可死了 然後1996的時候 那時候 黃興又生病了 其實整個階段 當時中國進入北洋政府 軍閥時代 而事實上 當時中華革命黨 最後又轉回國民黨 中華國民黨 整個階段 只不過 孫中山其實都是所謂的 南方軍政府 沒錯 所謂的廣州 廣州市而已 不是廣州三個老友 是一個市而已 少少一個市 在整個影響力所及的地方 都是在南方 而王興他第一 死在 他本身也是湖南人 是 又早死 事實上早死 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四十三 四十三 整個革命公分上 對他很有貢獻 沒錯 很有貢獻 因為實際上 嚴格說 十次革命 除了頭三次 是雙山 綜合領導 其實後面那些 全部是王興一力承擔 統籌指揮 最後是 武昌卿義不關你的事 但武昌卿義之後 之後他也要打 他也要打 他也要打 兩個月 不過問題是 人家說 你不來就有三陣 武漢三陣贏了 你來之後輸了兩陣 揹了一個黑鑊 揹了一個黑鑊 但是他也很貢獻 大家不太懷疑他的革命公分 沒錯 因為他是造成 對 絕對同意 絕對同意 我們看螢幕上 看見 王上將 當時來講 王克強 王克強 是王興另一個別字 王克強 封上將 我們看看他第一幅相 王興墓 我們剛才看看王興墓 大家看看 沒錯 知不知道在哪裏呢 這個王興墓 在這個 湖南什麼 綠山 沒錯 他在湖南 湖南那裏呢 就是 岳陸書院 後面的那個公園 那個公園很特別 這裏就是王興墓 就是在半山 接著岳陸書院的後面 就是 毛澤東的愛晚亭 下面就是愛晚亭 在半山就是王興墓 如果大家去長沙的時候 就可以去參觀岳陸書院的同事 也可以正門入岳陸 後門出 走向王興墓 去看看王興的 其實真的要去看看 對 免壞他一身的公職 這個可以看到他 那個墓碑 這個是不是孫生幫他提 這個我看到民國六年 四月 這個可能就是 1917 1917年 對 也不奇怪 你看到他 因為他稱呼為上將 皇上將 黑強留念 其實真的 孫生先生是很掛念王興的 第一個法 王興一死後 國壯法 國壯法 為他而去定 孫生先生定 後來孫生先生 在1923年 提到王興的公分 王興的時職 去勉勵他當時的部隊 所以這是王興對孫生先生的影響 是十分之大 大家不要看王興 肥頭得意 其實王興當時也很具有魅力 為什麼呢 原來當時 當時的意思就是說 標準是 要大肚子 那些人要肥 好評論 男士 當時有一個 在武昌起義之前 在華興會時代 其實在湖北 有一個人叫譚仁鳳 其實我們之前 很長鬍 那個人 他自己回憶的時候 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加入華興會 就是因為 他見到王興 見到王興的魅力 和他做人處事的作風 於是就加入同盟會 就是領袖個人魅力 領袖總有魅力 領袖總有魅力 領袖總有個樣子 也不是亂來的 所以王興 我們講到這裡 還有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 我們下一節 我們講另一位人物 好 好嗎 不過可能要講講 不好意思 可能要講講 拜將台 拜將台 因為我們講 孫生和王興的事情 但原來黎元洪和王興 都有關係 我們看下一節 再講講拜將台 其實今天都可以見到 我們這一節有沒有時間 差不多了 下一節 下一節我們再講拜將台 好 下次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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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